香港的廚餘量和南韓廚量比 就是這個廚餘量 香港的廚餘量和南韓廚量比 好像香港也不是很壞 人家差不多15萬廚餘量 我們都是人家五分之一左右 再妄真點 再妄真點 我們的人均廚餘製造量 是差不多人家的 少了人家四成 我們多人家四成 竟然可以多人家四成 香港人真的這麼喜歡吃剩餘的東西 而且人家不僅少 處理處理得非常好 你猜別人的廚餘回收量 可以回收到幾多成的廚餘 不斷衣服一下可以 你看看我們香港的電子書 非常好 九成 95%差不多 分別會用來做肥料 和這個能源 所以剛才就像Higion這樣說 那支牙籤他們一定要是可以 爆裂 生物降解 因為他們有很大部分 都會被豬去吃 如果這個牙籤不可以生物降解 就會傷及牠們的腸位 豬就會不開心 但是人家做得這麼好 九成的廚餘可以回收 成功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先看看 其實他們的九八年已經開始 做一個廚餘回收計劃 去到零五年 中絕 絕成怎樣呢 所有的廚餘 不好意思 我不會讓你入堆填區 你另外找辦法 你一是做回收 一是做焚化 但是韓國人不喜歡焚化 當然不可以焚化 就唯有拿去做廚餘回收 好了 落手落腳真的做了 在家庭方面 他們怎樣做呢 如果是很分散的地方 他們就會每一個家裡 有一個自己的小小的廚餘 可能一個禮拜 政府可能定 一個禮拜三 禮拜五 我們會過來收廚 放在門口等人們收 如果大型的屋院 他們就會放在中央那裡 就好像剛才的屋院 放在停車場的位置 可能大家上班 放學的時候 放花學之前 就會用來收廚餘 這個時候 有巧合不巧 真的不是我們作的 看到有個 阿豬媽剛剛回收廚餘 就給大家看看 打開袋 把所有廚餘送進去 但這個袋 抱歉 不要太體貼了 就用手把它關上蓋 回家 非常簡單 連袋都拿起來 非常簡單 又再說一次 為了證明我們去韓國 全都是韓文 而且他們非常特別 基本上廚餘都是廚餘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 旁邊我們後面才是另一個廚餘 對面有另一個廚餘 絕對不會 我們當時經過的時候 都不會抽 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所有的廚餘 是不會隔過夜的 他們不會隔過夜的時候 他們學當晚 就會馬上把所有的廚餘拿去盜收 所以我們走過的時候 一點臭餘都沒有 五分就怎麼辦 當然有罰 好像打麻將 倍倍倍以上 三萬五十七八 第三次去到千四元 所以你越被人租得多錢 你罰得越多錢 另外就是工商界 講完家居就講工商 工商界的話 其實他們一些小餐廳 都會給回收箱 去回收他們的廚餘 但是餐廳就自己找私人公司去做 又是每一間餐廳 基本上他們門口都會放一個廚餘桶 正時靈後都會放在這裡 到八點鐘或九點鐘的時候 就會有這些經紀工人 將這些廚餘桶去清除 整個韓國的 差不多有二百多間廚餘回收的設施 即將它變成肥了 或者是治療 或者是將它變成能源 他們處理量 差不多有一萬二千多噸 那麼多 其實他們的廚餘處理中心 都有一個挺特別的地方 待會有我的同事都會去說 究竟有多麼特別呢 好 但是廚餘回收高 是不是就代表可以滿足到韓國人呢? 九成了 我們香港五十二%已經都很滿足了 是不是呢? 如果你的答案是 就明顯太看小韓國人了 他們就是覺得 如果儘管我們 即使我們回收再做得多好 都好 但是如果我們源頭的廚餘量 不停地增加 都不是一個辦法 所以他們就在一個 很多不同的地方 十幾個地方 分別可能在學校 醫院 分心之分儀館 都是他們一個考察的地點 就去看這些地方 可以怎樣減少他們的處處 將這些所有的小點子 集中在一起之後 就製造了一個 這本 101減少處處處小冊子 這個小冊子呢 好消息 一個好消息 一個壞消息 壞消息就是 Sorry 全都是韓文來的 全是韓國人 全是韓文 你應該看不明白 好消息就是什麼 因為它實在太豐富了 太圖文幣貌了 所以基本上 你不懂韓文的話 都會看得明白的 好 我們給大家看兩幅圖 那一幅圖 那一幅就是 方法31 大家猜不猜到是什麼 是的 是的 老公就打他 每次都應酬 不知是否真的 這樣就應酬 不回來吃飯 這樣就叫老婆不要煮了 那老婆就好了 那就不會浪費食物 煮得多自然 好 第二個方法 就是餐廳 可能它就會鼓勵客人 如果你們吃得完的話 我們就給你一個小印給你 可能呢 儲夠十個之後 我們就送一碟 檸檬啤 還有一些獎勵的計劃 這裡就有100年一個方法 當然如果大家想知道 這個另外的99個方法 是什麼都可以看 這個就是 他們不是 只看完就算 就是只看出了一本書 就算 餐廳是真的有做事的 這個就是我們去的 一間真的很小的餐廳 他們就有一張poster 就放在這裡 要你的需要才去點菜 前菜不需要的話 我們就不上了 這個就是 他們可能真的按照了 這個指示 看看可以怎樣去減少 這個儲餘 還有呢 他們也有 分享一下 就是他們找了一條街 去實驗 可以怎樣去減少儲餘 譬如 他們可以一些餐廳 就把這個前菜 是自助餐的形式 你需要的時候 你才去拿 而不是說 你來的時候 一個十碟 都放在你面前 就會把儲餘量 都會減少 好了 那我們又看回自己了 大家知不知 香港每一天有多少餐廳呢 三千 太少了 三千二百噸差不多 那就等於什麼呢 大概二百架巴士的重量 二百架巴士 我們現在每一天是怎樣呢 基本上都是填了它 但我可惜 堆填區就來爆 我們都不知道填去哪 好 要不怎樣 燒了它 但是我們連蓋這個墳化爐 蓋在哪 都這麼大爭議 還要 如果你把這些 濕粒粒的廚餘拿去燒的話 基本上是燒 不止燒 燒燒的能源 還燒我們納稅人的錢 因為真的很貴 好了 所以我就幫大家 又是了 想了第三個方法 我們一人一口 就吃了它 你肯定也不肯 所以當然 任了一個好的方法 所以最好 我們真的鼓勵 香港一定要做什麼呢 廚餘減量和廚餘回收 才是我們的出路 是的